女團公園少女2018年出道後 以輕心療癒的獨特魅力圈了不少粉絲 然而所屬公司的Web娛樂卻在2022年 因為拖欠員工薪資而倒閉 公園少女也向公司提出訴訟 終於在今年1月勝訴 而成員們各自離開 日本成員Mia回到家鄉後 在接受訪問時談到和成員們還有聯絡 也爆料他們當時跟粉絲被關在監獄 除了每次練習前都要在經紀人面前量體重 還每餐都要報告吃了什麼 為了減肥甚至一天只吃一顆蘋果 更誇張的事成員們沒有自由時間也沒有零用錢 連手機都被沒收無法和家人聯絡 前經紀公司過度嚴格的管理被公開後 讓不少網友傻眼根本是在虐待藝人 除了限制成員們日常生活之外 公司還因為支付宿舍租金 害所有成員從宿舍被趕出去 後來公司員工和經紀人紛紛離開 導致Mia和台灣成員SOSO的簽證問題也被忽略 和兩位外國成員變成非法拘留 只能自己交出罰款 還在南韓留下錢科 The Web 娛樂超不負責任的行徑 讓粉絲們感嘆真的好心疼他們 如今成員們各奔東西 公園少女恐怕很難在合體 希望七位女孩的未來可以順利 絕對會為他們應援啊